我的名字是何迅文,我是恒生管理学院的校长 我自己对一个理想的校园当然是有一些想法 其实一个校园就是一个小社区 里面的同学,教师也好 都是很关心这个社区里面发生的事情 当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应该给一个原地 尽量有自由的空间 让同学一方面在专业上有些得着 同时也是一个个人成长的阶段里面 给到一些引导他们,给一些启蒙他们 去尽量发挥到他们的潜民 我们尽量希望这里所有的课程也好 活动也好,同学可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创新的能力 还有很重要是和人的相处和沟通 甚至我们很紧张就是所谓人民的关怀 对周遭的市民,对周围的人,对社区 是会很关心和想给最好的东西这个社区 我们希望一个校园能够做到这种人文气氛 就是我自己心目中一个理想的校园 当然也是同学之间的关系 所以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是需要很紧密 有这样的信任 还有学生在加入后 可以和老师成为终身亦是亦有的关系 是一个是最理想的,做教育工作者 希望我可以看到的一个成果